嘿 我是Hennigan 歡迎回到我們的超B模組生存 那麼在上一集的時候 我們搞出了身後的這台小機器 這台小機器是幹嘛的 就是生產我們的氫氣 生產氫氣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現在手上這個噴漆背包 我們不是要飛行嗎 就要靠這個 但它在飛行的時候 會需要消耗到氫氣 所以我們就需要這台機器幫我們 這個東西在我們上一次做出來之後 其實沒什麼使用 應該是說根本就沒有碰過它 這個東西可以幫助我們胸甲這個欄尾 使用方式也很簡單 就是按一下空白鍵 它就會合起來了 這樣子我們等等在建築的時候 應該會稍微方便一點點 或許你會說 這個不是還是蠻麻煩的嗎 我們還要一直控制我們的高低 其實它還有另一個模式 就是我們按下一下快點鍵 它就會更改噴漆背包的模式 現在是懸浮模式 懸浮模式很簡單 就是像我們現在前面沒有方塊 我們這樣走過去 我們就會像創造模式一樣 這樣直接飛在上面 你看這樣還蠻方便的吧 等等我們在建築的時候 這個應該會蠻好用的 當然在建築之前 我們也要來弄一下我們的一些 建台 對不對 首先我們會需要用到這個 平滑實音方塊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實音方塊燒掉 我已經記錄在我們這個轉換桌裡面 我們的ATM裡面 那我們就可以拿出一大堆 等等我們就會把它帶上去了 我們這個先串一下好了 還是以防萬一一下 其實之前就影片底下有問我說 為什麼你不把這個工具給三合一一下 嘿我忘了 哈哈哈哈 這個工具其實是可以三合一的 我們這個木棒把它放上去 然後我有點忘記它的 是這樣放嗎 對 它有一個順序 你看我這樣倒著放就沒有了 那我們這樣放之後 就可以做出這個 鑽石鎬尖斧 不同的材質也有不同的鎬尖斧 像鐵啊鵝啊 都是可以的 那我們這邊做出一個鑽石鎬尖斧 這個就是一個三合一的工具 它可以拿來挖木頭 可以拿來挖石頭 可以拿來挖土 蛤 就是什麼都能挖啦好不好 等等啊 我們拿著這個應該會方便許多 啊 今天的話呢 我們這個家 我應該會想要來蓋一個比較現代的建築 那 欸 在這次開始蓋建築之前 別忘了先幫我在影片下按點個讚啊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當然也別忘了留言告訴我一下 那也別忘了告訴我 你對於今天這次建築的看法啦 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我在這個瓶子裡面啊 喔 我還有放一個這個噴氣皮包 欸它好像滿了耶 拿下來 我們來把這個給沖一下好了 因為這個其實是沒滿的 哈哈 這個其實我們可以帶個好幾個上去 就是一個可能放在這邊沖啊 然後帶個兩個上去這樣 等等我們染料沒了 或許我們就可以直接換拿 就可以不用再下來拿 是不是這樣好像還不錯對不對 啊 這個水啊 我們其實這樣一直撈就可以了 其實啊我們有個辦法就是用個自動洗水的方式 其實就可以 讓它不需要這樣撈水了 但是我想說之後我還會再做一個特別的工廠 啊它有的時候會自己去打開它的界面 好麻煩喔 哈哈 對我之後會蓋一個工業的工廠 那之後就會有這個機器的完整版了 啊我這邊發電機也是多放了兩台 因為我發現一台發電量不夠 哈哈 啊現在是不是電量又不夠了 好啦我去多放一點那個煤炭 然後等等我們就上去見我們的建築吧 好啦 那我們再一次的回到這個陸地上啦 啊我這一次把它轉換之後給帶上來了 因為等等我們這樣子 齁再拿建材比較方便 這個應該有乖乖的幫我在生產東西吧 有啊你看它那個綠寶石方塊超多的 有28給 喔 之後應該就有很多EMC可以用了 啊之前我們用的那個 可以無限換EMC的方式啊 就是直接拿轉換桌的石頭 去換那個綠寶石 再把它換成石頭 再換成綠寶石的那個方式 跟大家講一下 之後我應該是不打算再這樣換了 因為這樣換完 我就沒有遊戲體驗啦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 我要來拿一下混凝土 因為想了一下 嗯 我這次是要蓋現代化建築喔 還記得之前以往我在蓋建築的時候 我全部都是給他蓋一個木製建築 啊有的時候可能蓋一個石頭的 而且那個石頭的建築還不是有蓋的 就是它是用藍圖蓋出來的 那我基本上沒什麼在生存的這種影片裡面 蓋過這樣的建築 我想說來讓我試試看嘛好不好 啊我們這邊會需要一個木囊 對我們要把它弄成燃料嘛 先 再來一下 嘿咻 然後我們吸到木囊了 然後還有一個生有余耶 漂亮喔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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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想了一下 這樣子混凝土好像有點黑對不對 我拿一下骨頭 骨頭在哪 這邊 我們弄一下比較淺色的好不好 我是不是弄太多了 沒關係 等等再把它給弄掉 欸 這個不能換色了嗎 我記得它不是可以嗎 啊 要先弄成白色燃料 都忘了這個是新版本的東西 所以我有點沒有印象 我們再加一個黑色是不是會變 欸 我們要怎麼讓它變深黑色啊 不是啦 深灰色啊 喔我錯了 這個就是深灰色 哈哈哈 OK 那我們這樣子弄個 然後再弄個 一個把它進到水裡面挖掉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這個劍台可以用啦 那我這次的劍法是 我想要用這個灰色混凝土 然後配上我們的平花石英 我們剛剛應該有弄很多嘛對不對 那我們平花石英多拿一點 這樣子這兩種的劍台去做搭配 然後做出一個比較現代化的建築 我們這邊全部都拿灰色混凝土吧 那我們一開始先把它的結構 它的雛形給蓋出來 那我基本上都會在這個平原上蓋 因為 我又只有整這麼一塊 這樣蓋起來也比較好蓋 哈哈哈哈 那我們先直接快轉好不好 我們直接快轉完 然後讓大家看到我直接蓋出來的大概結構 嘿各位 是不是很納悶 為什麼快轉回來 什麼都沒有跑出了這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是跑出這個呢 我們先把它們給解決 不要 我剛才是不要高音嗎 喔 他們有點兇耶 嘿咻 嘿咻 喔 很久沒有對付這種傢伙了 他應該會掉面具對不對 這個面具我記得是有特殊效果的耶 嘿咻 他會逃跑 這種東西最討厭的 有了有了 他掉下來了 結果他變成面具之後就沒有 就沒有掉入物了 好難過喔 他有的時候會掉有的時候不會 嘿咻 喔 哇哩咧 嘿咻 神話 神話助攻耶 嘿咻 喔呦 假面之一耶 他是掉落了是不是 真的耶 來喔 剩下你 嘿咻 我們來拿一下 我記得他們會有一些特別的效果 這個算是給跳躍 然後這個是給力量 這個是給抗星 我是比較喜歡抗星啊 喔 神話耶 原來這個地景會生你喔 喔 哈囉哈囉 喔 心靈快樂啦 嘿咻 恭喜花財 喔他有舌頭耶 你是狗狗嗎 哈哈哈哈 他上面只是狗狗吧 哈哈 好可愛喔 阿對啦 我們要看那個啦 建築啦 白痴喔 好快轉 然後是一個小小小小的 最小小的 好快 好快 你看看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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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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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時中的兩天 我把它蓋完了 其實我原本是說我要蓋個雛勤就好 結果就把它蓋完了 因為在露營的中途遇到了下雨 所以我就乾脆不入人生 直接把它蓋到底 那我們稍微來參觀一下吧 首先是我們一開始走進來的路 這是一個石頭的路 之後可能會換個菜子 外面的話就有一點小庭院的感覺 這裡我有用好幾個花圃 這些花圃我應該之後會把草地上來種個花吧 這邊的話還有一個小水池 裡面之後應該會自然生成一些雨 底下的話還有一個小房間 等等會帶大家下去看一下 這邊的話走過來就是一個大門 這裡進來的話可以往右 往左 往右的話這邊有一個階梯還有一個小空間 這個小空間是多出來的 可是我還沒有想過它可以幹嘛 這邊的話有一個大房間 這個房間的話之後應該會拿來當廚房 我不是有很多食物模組嗎 然後還有傻瓜廚房模組 之後應該這裡就是它的廚房了 那我們這邊往二樓走 往二樓走的話 它其實原本我是要建成露天的 可是啊可是 感覺好像已經在家裡面 你用成露天的 就好像下雨的時候很麻煩對不對 所以我就乾脆把它 用了一個玻璃的天花板這樣子 還蠻好看的 走過來的話是我們房間的部分 之後我們下一集會再做內裝 內裝下一集再做吧 那我們外面這邊 剛剛應該有看到吧 還有另一條路可以走過來 這邊的話是到我們後面 我們家的後面 這裡其實就是我們剛才的下面 這邊我還有做一個後門可以移走 這邊的話可能也是一個儲藏空間之類的吧 之後再看 這邊走過來的話還有個地下室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那水車的底下 這裡的話應該是之後的附魔室 我之後附魔台想要放在這 這個門的話我想要蓋一下 之後應該會變三格寬的 因為這邊其實是基礎格子 那我之後再改吧 我是覺得這樣的設計 我還蠻喜歡的啦 各位覺得呢 這應該是我少數在影片當中 有做的一些現代式的房子 各位覺得如何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 啊你不喜歡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 反正就是留言就對了好不好 哈哈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 拿開訂閱我去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到我們的Facebook IG、Twitter去按個讚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群組 一起來聊天喔 那我是Hanika 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